现在是8月3号晚上11点 位于台中店 最近我们才从台南店回到了台中店 台中的新家正在准备当中 我们的小孩小畅也回到了台北 阿嬷会帮我们带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我们就住在台中店里面 决定来接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就是帮雪宝跟黑宝做送养 雪宝与黑宝是在2016年初时送养的 当时浪浪才开了半年 这两个孩子也才差不多三四个月大而已 这被领养的五年多时间呢 领养人也时不时会分享 他带着狗狗一起上山下海的照片给我们 讯息从来没有间断过 但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收到领养人的讯息 他告诉我们他病得非常重 大概十日无多了 连打理自己的力气都没有 希望我们可以接走黑宝跟雪宝 他才能够放心 各位大家好 我现在精神有稍微好一点 趁着的时候赶快把肉运露起来 我的好朋友都约上来帮我代办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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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爱妈说 黑宝跟雪宝非常的胆小 其中雪宝看到害怕的东西 更是会吠叫的不停 尤其是对男生 其实一次要接两只成犬 再加上电影的事物 还蛮担心会hold不住的 这有只鞋子 有时候我会抱着你 而且你还咬我的网路线 还有喇叭线 黑宝要来找你 黑宝要来找你 五眠不见了 休息啰 他感觉没有怕你 你还排队来拆胸杯 以后不饿肚子了 没事的 没事的 以后每天都有东西吃好不好 来 乖 是不是记得我们 看起来好像真的记得 没事的 本来是试着跟他们一起在楼下 久一点 看看他们会不会累了就自己睡觉 然后我再偷偷上楼 可是我只要一动他们就会站起来 要跟着我 所以第一个晚上还是选择 把他们带上来二楼 跟我们一起睡觉 现阶段这个时候呢 其实不用谈什么训练 就是跟他们好好的建立关系 给他们足够的安全感再说 不过第一个晚上真的蛮惨的 雪宝焦虑的整晚走来走去 紧张的一直绕晒 黑宝呢 想要盖其他狗的气味 所以一直抬腿尿尿 五只狗两个人 一个晚上都没有睡 散步秀纹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刻 第一天的时候陪他们散了五次的步 没有散步的时候就在店里面 坐着一整天陪他们累积安全感 散步久了累了也比较不会胡思乱想 现在是半夜两点钟 因为黑宝跟雪宝才刚来没有多久 他们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所以半夜常常出现狼嚎的状况 而且非常的频繁 他们正在狼嚎 我们要假装去倒水 假装去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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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呢 要假装美食 不要有眼神接触 也不要有身体的接触 也不要有声音的接触 反正就是假装美食 装作没有看到 就好了 我们能做的呢 就是建立他的安全感 然后常常下来 假装没有事情 坐在旁边 正静地陪着他们 让他们知道 这个日子 有人在陪着他们休息 有人在陪着他们休息 黑宝跟雪宝已经进不到 我现在要上楼睡觉了 他们还是在原地休息 表示他们分离焦虑的状况 减轻得非常的多 或许有人觉得 狗贝特回来我们这里 不会怎么样 觉得我们这里的环境不错 收容数量也不多 他们两个会坐后车厢 他们两个会坐后车厢 好厉害喔 这个是以前一定常常就出去玩 然后坐在后面 现在完全的无缝接轨会坐 你要看他洗澡 他们一定很常洗澡 对啊 他洗澡乖吗 他洗澡乖吗 很乖 超乖 是没错 跟一般收容所或狗园比起来 我们这里当然上好一点 但狗的抗压力不比人类 尤其是成全 已经习惯家里的环境很单纯 突然被迫展唤到 这么多人这么多狗的环境 是会让他们压力很大的 薛宝胆子很小 看到人进来 就冲着人废叫乱喘 他废叫 其他的狗就跟着废叫 在这个环境下 其实他们会没有办法休息 所以如果等家的时间拉太长 他们可能会有焦虑 最后有咬人的情况发生 不过事情就发生了 我们就面对吧 不幸中的大幸事 送养他们五年之后 我们还在 没让黑宝跟雪宝面临流离失所 至少还能再陪他们等一次家吧 为啥你都帮他们洗澡 你为啥不顺便帮我洗澡 你为啥不顺便帮我洗澡 我怎么会洗澡 对我自己洗澡 对我自己洗澡